巷弄內一整片漆黑 伸手不見五指 深夜十點多 高雄民眾遇到停電 真的好困擾 電沒了不能開燈 也無法吹冷氣 居民快要受不了 紛紛走出戶外 拿出扇子扇風 這也是高雄市前進區 二十二號深夜十點多 台電在巡檢路燈時 發現成功一路 前進二街交叉路口 一處地下手孔內電纜街頭 泡水冒煙故障 因此緊急辦理停電搶修 今晚社中里 我們前面那邊就開始停電了 這個月已經第五次了 這起事件總計有95戶受到影響 對此台電表示非常抱歉 而經過人員搶修後 十一点四十分 已經順利復電 哦 復電了 端旋炎智良在高雄報導